我去年买的电脑安装的是真版Windows 10 居然也被电脑健康检查提示不支持升级 我找到了答案 幸运我没在Bus里面开启PTT 开机后按Dell进入Bus设置 进入Setting里面的Mathalignals 把InterplatformTrust TechnologyPTT打开就可以了 假如你用的也是G490芯片组的主板 可以去Bus里面找一下是不是PTT没有打开 我也听说有些朋友说 4年前的CPU不在Windows 11支持而无法升级 但是我可以赛养CPU和I3的CPU都是支持的 不过是说原始设备制造商 可对新Windows 11设备使用以下CPU 也许是微软不想让家庭用户升级 Windows 11遇到意料之外的事情吧 那就再等等吧 也许将来会有官方升级的方案出现 或者会有民间的升级方案出现 我自己也不会马上升级 我作为对照组就好 祝大家享用Windows 11愉快 我是佐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